好 事例二呢 我們要看一下呢 如果應付票據上面是有不利息 但是它的利息跟實際上的市場的公平利率是不一樣的 市場利率是不一樣的 那你怎麼看? 折現 然後另外一個呢 如果它沒有票面利率 但事實上它不是一個什麼? 它不是一個正常營業行為所產生的票據的話 那你也要去把它折現出來 那怎麼去處理它? 所以看一下495頁 好 我說了這個例子其實跟第四章是很相似的 第四章呢 如果你已經有很清楚的話呢 其實您在做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10月1號呢 開立了一年的票據買入機器設備 那請根據下面有三種情形 來做它的票據的借款日 而報導期間結束日 還有還款日應該做的分錄 好 那X7年呢 它要去呈現出來財務報表的一個表達方式 好 那因為呢 它這邊特別強調 因為它的期間只有一年 所以它的折價呢 我們就用直線法 好 如果大家有近印象的話呢 我們應該有講過 你的折議價的貪消 原則上是要用什麼? 利息法 或者叫有效利率法 那除非呢 你的差異性 就是直接 直接貪消法 跟有效利率法的差異性不大 要不然的話呢 一般公認會計準則要求的是什麼? 有效利率法去做貪消 那這裡已經告訴你 因為它只有一年 所以呢 用直線法就好了 好 那它呢 10月1號開V的一年的票據買入機器設備 那如果票據的金額是100萬 票面利率12% 市場的有效利率也是12%的話 那表示它的票面的金額就是它的什麼? 就是它的限值啦 好 所以第一個情形 因為它要問我們做什麼? 它的借款日 就是10月1號的分路 以及12月31號 好 我們也強調過 如果它沒有特別強調的話 它的報導期間結束日 就是指12月31號 好 我說課本上面 如果一項的一個陳述方式 如果沒有特別強調 報導期間結束日 就是會計年度結束日的意思 就12月31號 好 那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 情況一 它的票面利率是12% 市場公平利率也12% 所以它的面值就是它的限值 所以當我這一天開票的時候 我借機器設備 因為它講了我是買機器設備 而開立的支票 好 所以借機器設備100萬 然後呢 我開的是應付票據 好 那我強調過了 因為這個應付票據 如果妳直接寫應付票據 它就是代表是妳的直接的主要營業行為 所產生的票據 那如果不是妳的主要營業行為 所產生的票據 那我就請妳要顧記 好 我就會代取一下呢 就是因為我是買了什麼 機器 表示到時候這個應付票據 當我在做財務報表分析的時候 這應付票據 這一張應付票據 當我在做財務報表分析 尤其我在計算營業週期的時候 這張票據不列入考慮的 因為它不是我的主要營業行為 所產生的債務 好 所以這裡 我要強調一下 妳這一張就要註記一下 它不是一般營業行為 所產生的票據 是因為買了機器設備而產生的票據 好 所以我這邊請妳要特別記得 妳要註記一下 那12月31號呢 因為它的票據是一年期 票面利率是12% 市場利率也12% 所以經過了3個月的時間 所以我產生了什麼 利息費用 但是妳付了沒 還沒 因為一年之後我在一起付嘛 所以我就是什麼 應付利息 好 所以這是什麼 確定負債 好 確定負債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100萬的 12%的 3個月 應該是3000塊吧 算一下 100萬乘上12%除12 乘3 對不起 是3萬塊 所以我是借利息費用 代應付 禮息 好 那隔年呢 因為它說是一年期的嘛 所以我這次差7年 我差8年的 12... 對不起 10月1號 好 一年期啦 其實正確來講 應該是9月30號 我就要 因為它就是還款日嘛 還款日呢 我就要是什麼 借應付 對不起 我先承認一下這3個月的 這9個月的利息 因為1月1號到9月30號 所以我要先承認 這9個月的利息費用 所以借利息費用 9個月9萬塊 好 然後呢 我現在因為到期啦 1年到了 我要把什麼 本金利息一起還 所以原來 12月30號要承認的應付 利息 我也要什麼 還掉了 因為是幾 1年到了 3萬 然後呢 這張應付票據 寫得有點擠啦 好 應付票據 這是機器設備所產生的 也就是說 我前面怎麼寫啊 我前面的分錄 科目怎麼寫 我這邊要一定怎麼寫 100萬 貸現金 好 我付了現金 112萬 好 100萬的本金 加上12萬的利息 所以我付的是112萬 這是借款日 報道期間結束日 以及還款日 這3個日期 就情況1 票面金額100萬 票面利率12% 公平利率 市場有效利率也是12% 所以我就做的 3個時間點所做的分錄 好 那他資產負債表的表達呢? 但應付票據 流動資產 流動負債是100萬 然後呢 應付利息 流動負債有3萬塊 所以資產負債表上面的表達就是這樣 好 那因為機器設備 他們告訴我用多久 所以我們就不管他了 所以我們只針對負債的部分去做他的例子而已 這是事例2 那第二個情況呢? 如果票面金額是112萬 不復習 然後公平利率是12% 所以意思是什麼? 112萬的到期值 因為他不復習嘛 所以他這個就是指的是什麼? 他開的就是他的到期值 讓他去折現 好 折現回來 那市場利率12% 所以我折現回來 他的限值也是100萬 這樣聽懂嗎? 情況2是1年之後 我要還112萬 1年之後我要還112萬 那這張票率上面並沒有付利率 好 所以表示他的到期值就是112萬 那112萬在市場利率是12%的情況下 折現回來 所以他的限值就100萬 這樣聽懂嗎? 好 所以情況1呢 情況2呢? 10月1號 我一樣借機器設備 因為他的限值就是什麼? 100萬 所以機器設備入帳的金額就是100萬 但是我這張票據 應付票據 因為買這個機器而產生的 應付票據 我面額 因為我開的到期值是112萬 所以我必須根據我的面值 票面的金額去入帳 那中間差了12萬 就是我的什麼? 應付票據 折價 這樣看懂嗎? 他的分路寫法只是差一點點 差怎麼樣呢? 因為這張票據 我當時開的面值就是112萬 所以我寫的時候 我入帳的時候要寫他的面值 112萬 但是一年之後的112萬 相當於現在的什麼? 100萬 所以這個機器 等於是說我現在時間付現金 我只要付100萬就好了 所以這個機器 我的入帳金額必須是限值 但是這兩個中間的差 有12萬 那這個是應付票據折價 那這應付票據折價 我們說 你寫了這個科目之後 你要先去判斷 這個科目放在哪一個位置? 放在哪一個報表的哪一個位置? 當然他一定不是選一表的科目 因為他不是什麼什麼收入 不是什麼什麼費用 所以基本上你要判斷的時候 百分之99 什麼什麼收入 什麼什麼費用 大概就是選一表的科目 那如果沒有這樣子 這個後面沒有什麼收入 沒有什麼費用的話 絕大部分都是放在什麼? 資產負債表 我說所有的科目 他就兩個去處 可能去兩個 可能去一個地方 兩個報表裡面 只能選一個 除了存貨之外 不是損益表 就是資產負債表 好 那我說這個科目 他不是損益表的科目 所以他一定是資產負債表 那放在資產負債表的哪一個位置? 跟在應付票據的底下 另外他是什麼? 應付票據所產生的折價 所以他當然就是什麼? 應付票據底下的一個減項科目 因為原來發 應付票據在代方 這個科目在戒方 就要放在下面 就是減項 好 再來12月31號 這張票據折價 就是什麼? 時間的經過 它就是一個利息費用的概念 所以12月31號的時候 因為他已經告訴我 這個折一價 用直線法 一年12萬 所以一個月就1萬 直線法 好 所以經過3個月 我也承認利息費用3萬 但是我的代方科目不是叫做應付利息 而是我是衝什麼? 應付票據折價 好 所以我的應付票據折價就有多少? 3萬 所以 12月31號 我的資產負債表裡面的表達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它有講資產負債表 這邊我稍微講一下 12月31號的資產負債表 我的流動負債 Current Liability 流動負債 好 我就有一個應付票據 好 假設我把他寫清楚一點 我就減拿 因為他現在在底下是一個相反的科目 所以減 票據折價 好 我就是要省掉應付兩個字而已 好 票據折價 12 原來是12萬 原來借方12萬 現在充掉一個代方的3萬 所以我借方只有9萬 所以就是減 好 跨幅表示減價 好 減掉9萬 所以我這張票據 它的限值 或者是它的帳面金額是多少? 就是103萬 好 我的票據這張的限值就103萬 跟我情況一寫的有沒有一樣啊? 因為應付票據負債100萬 應付利息3萬 這兩個加起來是不是流動負債就是103萬 跟這裡寫的結果是不是完全一樣? 好 因為它的給的條件剛好是這樣 因為公平地率也是12% 然後它這張票據一年之後的到期值也是112萬 好 所以跟情況一是完全一樣的 好 等到它的隔年差8年呢? 這張票據要還錢了 所以一樣啊 它先承認利息費用 9萬 9個月的利息 1個月1萬 所以9個月就9萬 然後呢 我就衝掉應付票據折價 好 9個月 我的應付票據折價 衝掉9萬 衝掉之後 然後 我的應付票據就是什麼? 折價的金額就是為0了 因為原來借方有12萬 第一個 第一次衝掉3萬的貸方 第二次衝掉貸方的9萬 所以貸方就12萬 就完全衝掉了 所以接下來我就是還我的應付票據 好 我這張應付票據到期了 就是這張應付票據到期了 好 金額就是什麼? 112萬 貸現金112萬 是不是跟這邊完全一樣? 到時候你也還112萬了 好 所以它只是跟你講說 它給你的方式不同 但是其實結果是一樣的 好 結果是一樣的 好 這是情況2 好 那情況2跟情況1一樣 因為它都是 市場利率都是12% 然後它事實上 它增增負擔的利息也是12% 好 這是情況1跟情況2 那情況3呢 它說票面的金額是1056604 票面利率是6% 而市場的公平利率是12% 不一樣 那我們現在第一個情況是 它票面利率跟市場利率是完全一樣 是完全一樣 第二個是不負利息 但是事實上它的隱含利率也是什麼? 跟市場利率是完全一樣的 12% 第三個 它票面利率6% 市場利率是12% 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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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們要做什麼? 我們要先去算 現在的1056604 它的折現值是多少? 第一個我們要先去算它的折現值 它折現是根據什麼? 市場利率去折現的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情況3呢 它都附有票面利率跟市場利率的條件 但是這兩個利率是不同的 所以就比照我們第四章所講的 我們要去算它的折現值 記得嗎? 第四章所講過的年金現值 好 這個章節在講的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是這種情況之下 我怎麼去算它的折現? 它的折現的算法 不困難啊 好 它的現值是1056604 現在的現金 看一下 它的 對不起 它的面值 這個面值就是它的到期值的意思 好 它現在的票面的金額是這個金額 好 然後呢 對不起 不是到期值 現在它的金額是1056604 那我們看 它的利率是票面利率6% 所以我們第一個要先去算 它一年之後的利息金額是多少? 票面的利息金額是多少? 所以一年 它的利率是6% 1056604乘上點06 所以一年之後的利息是63396 好 其實你可以跟它的1056來算一下 1056604也是112萬 所以事實上它的意思是什麼? 所以表示它的限值也是什麼? 因為它的公平利率也是12% 所以表示它的現在的價值也是100萬 只要給的條件完全不同 但是最後的結果是殊途同歸 那我們怎麼去證明?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一年我要付1056604 一年之後要付這個金額 它的限值 小P就好了 因為是年付利限值 好 一年12% 加上一年之後我要付的利息63396 一年之後要付這個金額 一年之後的63396 這個值現在多少?一樣是小P112% 其實它的寫法是不是 因為這兩個數字這個乘數是一樣的 這個乘數都是什麼? 利率12%的一年期 利率12%的一年期 所以我就把它併起來寫了 就寫成什麼? 112萬乘上 這兩個相加碼 就112萬 乘上一年期的12% 所以你可以算一下 它的限值就是100萬 這個數字你可以用什麼? 我們第四章的附入 要不要證明一下? 我們第四章裡面有年金 有負利限值 好 再三 150 159頁 好 12% 159頁的12% 你看利率是12%的第一期就好了 0.892857 所以你可以看112萬乘上0.892857 是不是剛好100萬? 這樣看懂嗎? 也就是說我剛剛把112萬去乘上12%的負利限值一起 就是算出來就是100萬 那這個數字呢? 我跟你講說 就在我們的第四章 負利限值表裡面就有了 159頁 好 你去看一下利率是12%的 其數是1 是0.892857 所以算出來是99999.84 456就100萬 就一樣 好 因為是一樣 因此 10月1號 X7年10月1號 我開這張票據出去的時候 我的分錄怎麼寫? 好 10月1號 好 比在上面囉 好 我的機器設備 因為我剛剛已經算了這個目的就是說 我到底開了這張票據1056604 票面率率16% 6% 在市場有效利率是12%的之下 它的限值是多少? 就是我機器要入帳的金額 所以我這個機器設備一樣算出來 它的限值就是什麼? 100萬 好 然後呢 我開的這張票據 我剛剛就像我們剛剛講過的 我的應付票據 它的面值是1056604 好 這是因為買機器所產生的 所以你看看 我從頭到尾都很小心 我怕你忘記或誤導你了 這個票據 因為不是你的主要營業行為所產生的債權 所以我一定要什麼? 一直都要dash出來 好 這張的票據金額是1056604 所以一樣 我這邊就產生什麼? 應付票據折價 當然這個應付票據折價 那科目的寫法 放的位置跟我們的情況二是一樣的 所以是5604 好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那12月31號的時候 我要怎麼做? 那應付票據折價它是什麼? 它算是利息費用 好 利息費用我是根據什麼? 我的這個票據的限值 這張票據這個科目是放在這底下 所以應付票據在10月1號的限值就是100萬 乘上市場利率12% 因為我是根據市場利率而算了 乘上3個月 所以我的利息費用一樣是3萬 但這3萬代方就有選機囉 好 第一個 我要衝掉一部分的應付票據折價 因為應付票據折價本來它就是什麼? 代表的是利息費用的概念 好 應付票據折價 好 因為前面這裡告訴你 因為它就一年 就應付票據折價 我用什麼? 直線法 所以應付票據一年56604 除以12乘上3 因為信用3個月 所以應付票據折價我3個月就是14151 好 然後我這邊代方就是什麼? 應付利息 那我的應付利息是多少呢? 應付利息應該是1056604 乘上6%除以12乘上3 所以是15846 是不是剛好3萬? 對不起啊 15849 15849 是不是剛好3萬? 所以這個應付利息是什麼? 我的票面金額 我的票面金額 因為它現在告訴你說 我的票面金額是這個 票面利率是6% 所以這個金額乘上6% 乘上期間 我10月1號到12月31號3個月 所以乘上3分之1 所以算出來的應付利息 就是這個金額 好 那剛好 加上我的應付票據 折價用直線法乘到3分之1 他的14151的金額 加起來剛好是3萬嘛 好 然後再來 所以呢 一樣啊 我在資產負債表裡面 應付利息是我的流流動負債 我的應付票據1056604 我的代方、借方的金額 這兩個要相減了 好 它餘額不是5萬 56604 因為我已經衝到14151 所以金額會比較小 所以就是一樣 然後10月隔年的X8年的9月30號 這張票據到齊了 一樣 我先承認9個月的利息 所以借利息費用 我的利息費用一定是9萬 因為市場利率是12% 而這張票據的限值就100萬 所以利息一定是什麼 一樣是12%去算出來的 好 那我的 我就把前面的應付票據折價 因為我要先把應付票據折價衝掉 好 應付票據折價 好 應付票據折價呢 原來是56604 剩下來 56604 減掉14151 所以剩下42 453 42 453 好 那我一樣有應付利息 1056604 x4 6X12 105 105 6604 除12 x9 所以是475 47 好 剛好 剛好就9萬嘛 好 所以最後呢 我是不是這張票據要還掉 對不起 我就寫到這邊來了 好 我做完這樣子的分錄之後 那我要借 應付票據 機器所產生的 購買機器所產生的票據 這一張的 面紙1056 1056 604 好 這張票據的應付利息 我要一定要衝掉了 應付利息 好 應付利息這兩個相加 15 15849 所以是63396 剛好 63396 貸現金 112萬 所以最後的結果 你都是要還 112萬 你可以看到 他給你 雖然給你很多不同的方式 但是其實你真正的負擔都一樣的 最後你就是要付112萬 一樣意思是什麼 你借了一年 借的本金是100萬 利率都是12% 所以一年之後你就要還112萬 好 這是勢力2 這樣看懂嗎 好 所以跟課本上面 其實這個例子 其實就跟第四章是一樣的 好 只是我想就再寫一次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就跟課本上面的496頁 自己寫的完全一樣 好 讓大家跟著做而已 好 那後面呢 就是你的財務報表上面的表達方式 好 那這是預收 這個就是應付票據有限職的問題 好 到這裡有沒有什麼問題 微生OK嗎 我寫錯了嗎 這邊嗎 4754 對不起 好 47547了 好 這是我寫錯了 好 對不起 好 這個呢 就是1056604乘上6%乘上9% 就得到這個數字了 好 好 好 這是勢力2 好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呢 我們的確定負債 除了應付、賬款、應付、票據之外 還有預收 預收 預收是怎麼產生的 我還沒有履行完的義務 但是對方買方 好 或者是呢 要求我們提供服務的 他已經先付了某個程度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定金也好 或先付了某部分的款項 但是因為我還沒有履行完我的義務 所以我不能承認收入 就叫預收收入 好 所以它是一個什麼 也是一個資產 而一個是一個負債 那因為它是主要營業行為所產生的 所以它也是一個流動的 再應付股利 好 一定是指現金股利 如果是應付股票股利 應付股票股利是算什麼 權益性質的科目 所以這邊講的應付股利 那是指現金股利 那我們的股利的發放 就是當董事會決定之後 在股東大會上面會宣布 那根據台灣的證券交易 證期會的規定 你宣布之後的三個月內 必須把你的股利發放 所以三個月算是算短期 當然短期啦 好 所以如果你是要發放的是現金股利 那我們用的科目叫做應付股利 當然你也可以寫應付現金股利 也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它只是指 如果未來你看到應付股利 這四個字的會計科目 那你一定要先直接去判斷出來 它就指的是什麼 現金股利 因為它如果是分配的是股票股利 它的科目就會叫應分配股票股利 它就不會很簡單就寫應付股利 好 應付股利代表就是應付現金股利 好 所以你如果看到應付股利 你就要知道它指的是現金股利 它不會是指股票股利 因為股票股利 它就不會單純的寫應付股利而已 好 那應付股利的話 基本上它也是什麼 在宣告日就要入帳 然後現在正期會規定 三個月內就必須發放出去 所以我宣告那一天我是借保留盈餘 或借股利支出 但應付股利 那我發放的時候是借應付股利代現金 好 這個是很簡單的 好 那這邊有講 如果我是特別股 好 基本上股利如果你沒有宣告 是都不用承認負債的 包括普通股 包括特別股的股利 甚至你是累積的特別股 如果你沒有宣告要發放股利 你也不用承認應付股利 所以應付股利一定要經過宣告 好 那如果你是特別股 而且是累積的話 就算是那個你是累積的特別股 但是你沒有宣告 對公司來講 都還不會產生絕對的義務 好 所以累積的特別股 你只是積欠而已 未來會發放 但是你不用承認在你的負債 那個負債科目上面 好 所以這邊在497頁的第二點 他就特別講應付股利的第二點 他就講 累積特別股的積欠股利 不是公司的負債 好 因為他沒有宣告 所以你也不要入賬 好 只是我們在算 如果你是累積的特別股 而你有積欠股利的時候 當你在計算普通股的權益的時候 要把積欠的股利扣掉 好 這是我們應該會再下下次 講完長期負債之後 才會去講到權益的部分 好 這是未來可能前面後面幾章 以後才有 第十三章 股東權益詩詞第十三章 我才會去寫到 好 那再來呢 如果你非流動負債 因轉一年之內要到期的 那你便要重分類為流動負債 好 所以這邊在第六點 因轉列流動負債之非流動負債 也就是什麼 你一年之內到期的部分 必須轉為流動負債 好 那再來是 在權人可立即可回收的負債 這個就是當你的條件 當你有此謂的違反合約的非流動負債 只要你違反合約 債權人就是什麼 可以要求你立即清場 所以我剛剛就講 借款回存這件事情 若你是在借款合約上面 白紙寫黑字 好 已經註記了 你要回存多少金額 回存借款的多少比例 那就已經有確定金額出來了 那你就不得違反 若違反的話 債權人可以視為債務到期 要求你立即返還 好 這是我這邊所講的 好 那純入保證金 好 這個純入保證金呢 有點像 應該有點像什麼 有點像 如果大家有去外面租房子 好 很多同學如果沒有抽籤 沒有抽到學校的宿舍 你要到外面去租房子 那房東都會要求你有兩個月的押金 好 那這個押金當然要看後面它的規定是什麼 如果押金呢是租期借滿 然後呢 房東 只要房客沒有惡意去破壞房子裡面的設備的話 那房東就是什麼 無條件去返還這個押金 對房東來講 這個押金就是純入保證金 好 因為它只是暫時保管這筆錢 但是這筆錢是不是房東的 所以純入保證金是一個負債 對於房客來講 我先把這筆錢交給房東 到時候房東必須還我的 所以對房客來講 這個押金就是純出保證金 純出保證金是一個資產限制的科目 因為錢我純出 我是寄在別人那邊了 可是這筆錢是我的 現在這個錢是 未來還是我的 所以是資產 所以純出保證金是一個資產限制的科目 那房東收到這筆錢 對不起 這個錢雖然在他手上 對不起 這不是他的 他只是過路財產 不是過路財產 他暫時保管這個錢而已 所以未來他還是要還給房客的 所以這個叫做純入保證金 那純入保證金要看你還的時間 如果你是 譬如說你現在是大二 好 那你等等 你這個房子能打算租三年 對不起啊 租畢業大事以後離開學院 你才會離開 才會退租 那這個純出保證金就是一個什麼 非流動資產 因為你現在才二年期嘛 你要兩年半以後才會退租 這筆錢才會回來 他就是一個什麼 非流動的 對房東來講 他也是非流動的負債 好 那如果你是在一年之內會還的 會返還給這個房客的 那對房東來講 這個純入保證金就是流動負債 好 只是這樣而已啦 好 代收款 代收款更是一個標準的過路財省 好 我先收了 然後時間到了 規定時間到了 我必須什麼 把它轉出去的 所以它就是一個代收款 那代收款其實很長 譬如說我常常都跟大家講說 為了你畢業之後 那你現在去跟這個雇主 好 講好薪資條件 好 然後講 譬如說現在最近呢 我真的不曉得說 像禮拜天不是那個 台大的就業博覽會 這個禮拜是我們學校的就業博覽會喔 好 禮拜六 好 在我們的體育館 那同學呢 你可以先去看一看 有哪些職缺 他們需要什麼樣的能力的人 好 那你可以先去預做準備 尤其現在你才二年級的話 你還有兩年多的時間可以去看 你怎麼樣讓自己的就業條件更好 更符合就業市場的需求 好 所以這個3月14號 就是這禮拜六 我們學校有辦個就業博覽會 請大家如果有空 應該去看一看 到底未來的就業市場 它需要的是哪一類的人 好 那這裡就有提到 包括像富邦金還是國泰金 他年薪百萬不是夢 就是這個為這個應徵的人呢 他的給薪的條件是年薪有百萬 年薪有百萬的話 一個月最起碼要什麼 八萬多耶 八萬乘上十二個月才九萬六耶 九十六萬耶 所以當然他要加一些獎金 或者是年終獎金之類的 那不過這就是很有吸引人 八九萬還不錯的薪資了 所以這個是現在未來的就業 現在的就業市場一直只要突破22K 好 所以其實會拿到22K的人應該不多了 你也可以自我期許 你一定不會是拿到22K 你最起碼要拿到現在基本上30K或32K 大學畢業生應該是很正常的薪資水準 好 那你去應徵工作 不要講32K 我們講40好了 大學畢業 老闆跟你講40 給你一個月4萬 那4萬呢 我保證你拿不到4萬 那你說老闆講話是出耳反耳囉 不是的 因為根據我們的法令規定 那每一個每一個人都有一些保險 如果未來你是勞工 就是說你不是公家機關 你的保險叫做勞工保險 如果你是公務、公教人員 你的保險叫公保 你是軍人叫軍保 如果你不是公教人員 你也不是軍人 你也沒有直接參與就業 好 現在有個國保 國民保險 國民保險是規定只要年滿25歲以上 好 你不是 年滿25歲以上 你就要加國保 只要你不是學生的身份 可是不是學生身份也很奇怪 因為我之前有一個同事呢 他這個兒子是念國班 他這個兒子是念國班 那國班也是什麼 你是學生啊 他也要加入國保 好 所以現在的國保就是 只要你年滿25歲以上 具有中華國民 中華民國國旗 那你不是勞保 不是公保 不是軍保 就必須加入國保 好 所以這是政府規定的 好 所以如果你進入職場之後 那你再來就是要加入勞保 那勞保呢 有勞保局一個保險的條件 好 你的薪資水準是多少 那你就要 講多少的保費 那保費的金額有七成是 雇主負擔 然後員工自己負擔三成 好 所以呢 老闆就你講四萬 你拿不到四萬 不是老闆框你嗎 好 而是什麼 他根據我們的勞保局的規定 勞工保險法的規定 他是扣小義務人 必須再付給你薪水的時候 就先把你負擔的那個三成的保險 勞工保險先扣掉 那除了勞工保險之外 還有健保 好 國民健康保險 那也是一樣的規定 好 根據你的投保薪資 那你應該要負擔的 那雇主負擔六成 好 勞工自己負擔四成 好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所以他雇主就必須根據 那個保險法的規定 拿到救援扣腳 所以他是什麼 扣腳義務人 所以你絕對拿不到四萬 好 這拿不到四萬的是 因為政府要求雇主要幫你先 預扣了保險費 那扣下來之後呢 好 勞主不是拿到他的手上 是他的錢 不是 好 目前來講 大概都月底 每一個月的月底 就要揭曉到 勞保局或健保局 所以 當勞主扣的時候 他就說 再收款 好 自己負 勞主自己負擔的 那是自己負擔的保險費 好 我剛剛講說 像勞工保險 勞主要負擔七成 七成部分呢 企業就要承認勞保費 然後呢 健康保險裡頭 雇主負擔的六成 雇主負擔的時候 叫做健保費 好 所以是他的費用 但是員工負擔的 他只是個貸收款 那結獎的時候呢 他這個勞工保險局 或全民健康保險局呢 他開單子的時候 是把雇主跟勞工 合在一張 所以一起結獎 好 給這個保險局 好 所以這個叫貸收款 好 所以呢 我剛剛講說 貸收款就 扣角義務人來講 他純粹是什麼 貨入財神 因為 一段時間之後 可能最多一個月 他就必須結獎到 這個 貸 那個 相關單位了 所以施利商 你可以看一下 499月 好 新興公司呢 8月份的薪資總額是120萬 然後呢 根據所得税法規定 他扣的是七萬五千 然後呢 勞工保險呢 是薪資的7% 雇主負擔百分之二十 好 八十 然後員工呢 負擔百分之二十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相關的分路 120萬承認薪資費用 好 類似呢 他負的 正正要負給員工的薪水呢 就是一百一十萬八千兩百 中間差的有七萬五千是所得稅 好 員工要自己負擔的所得稅 然後另外他的勞保呢 是一萬六千八百 所以他叫什麼 應付勞保費 這應付勞保費是指 員工這個負擔的部分 那些更好的科目 我們應該叫做 代扣勞保費 或叫做代收勞保費 就是這邊的代收款 好 那代扣所得稅也是一樣的 好 那我們後面呢 就是假設九 他在後面有沒有講 九月八月底的時候 那個 雇主要負擔的 八成勞保費 好 承認的是六萬七千兩百 然後等到那個九月的時候呢 他必須結獎 好 所以是 就把代扣所得稅應付勞保費呢 全部都付出去了 好 所以這是 解僑的時候 所做的分路 好 那再來看一下呢 有一些呢 這個估計的 好 除了估計呢 除了我們剛剛講說 勞工 對不起 產品保證費用之外 還有什麼 休假給付 好 那休假給付還有分啊 你是 代薪 欸 可不可以累薪 可不可以累薪 好 這個通常呢 就是說 呃 目前來講 勞工的休假 基本上是 你要休假 他沒有不休假獎金啊 基本上 就好像 公務人員 現在還有某一個部分的不休假獎金 也就是說 你可以休假 但是你沒有休假 那就會折合 你的薪資 的金額給你 這個不休假獎金 那但是現在呢 因為 政府都希望 這個 現在就是希望呢 那個 有休閒 這個 休息是為了走更遠的路 所以不休假獎金 其實一直在逐年的下降 不過到目前為止 都還有一半 目前公務人員 好 那 那個 一般的私人企業 好 我不知道有沒有 以前應該 基本上應該是比較沒有吧 好 因為他就是 就是希望你把它休假掉嘛 好 那現在就說如果 他是 呃 年休假 那你年休假的話呢 呃 基本上 如果你 呃 你如果當年度沒有修完 那 你可以什麼 就企業來講 因為他是什麼 政府規定的 就是 勞 勞工法 吧 勞金法規定的 所以你就要先承認 你的應付 休假 洗付 好 所以這個是年底 要去估計出 要去把 調整進來的 這是期末做的調整 好 這是勢力四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一些的規定 那應付所得稅 我們剛剛已經講過的是 稅法的規定 好 那 除了員工自己 好 要 每個月就薪資 好 根據所得稅法的規定 去扣繳之外 然後企業也有佔繳 只是每一年呢 他會在9月15號去鋪 他全年度的所得稅 好 去先繳一半 好 這是所得那個 這個稅法的規定 好 這是所謂佔繳 就是勢力五所講的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呢 員工弘利的部分 好 因為前面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去講這些 就發現好像 好像會講太慢了 我講得太仔細了 好 所以我們先看一下呢 員工弘利的部分 稍微停一下 好 因為員工弘利會去搶的原因是說 因為有時候員工弘利給的條件啊 好 像 呃 百分之八到十五是發給員工弘利的 那但是呢 它是指稅後淨利 那稅後淨利又來了喔 好 以前員工弘利 員工分弘是算盈餘的分配 好 那因為呢 在國外員工分弘算是費用 所以民國大概九十四年 九十八年吧 還是九十八年開始 就規定所謂的員工的這個分弘 員工弘利都是費用化 好 所以那員工分弘的稅後淨利 這個稅後到底有沒有包含 扣掉員工弘利之後的稅後 好 所以這邊就看的條件啊 所以這邊要注意一下 他給的條件怎麼去算 好 看一下呢 員工分弘啊 弘利的計算 好 他說弘利雖然是經歷的某個百分比 好 但是作為計算弘利基礎的淨利 到底是指什麼 好 在三 五百零三頁 他做四種的計算的依據 一個是一稅前 扣除弘利前的淨利計算 第二個呢 是稅前但是扣除弘利之後的淨利去計算 第三個是稅後 但是呢 去扣除弘利前的淨利 第四個是稅後也弘利後的淨利去計算 好 那完全是看他給的條件 我們來計算而已 好 所以這有一點點一點點的計算 那算完之後 我的科目 好 請你記得喔 雖然我們叫做 員工弘利 但是事實上 他也算是公司的用人費用之一喔 員工未來你拿到扣角品單 也就是說 每一個月每年的五月份你要申報所得稅的時候 你會拿到扣角品單 員工弘利也算是薪資費用 所得代號 我們現在目前台灣的所得稅法的所得代號就是五零 好 五零就是薪資費用 所以你拿到不管你叫做薪資費用 還是叫員工弘利 好 還是什麼叫做獎金 對不起 你的所得稅的代號都是五零 都算是你的薪資費用 好 所以上面很複雜 什麼員工弘利又一個代號 獎金又一個 沒有 全部都是 所得代號都是五零 都算是薪資費用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呢 勢力六 他就根據我們剛剛講的四種情形 來計算你的弘利而已 他說呢 稅前弘利前的淨利是兩百萬 那員工可得的弘利是淨利的百分之十 現在我們就是針對這個淨利是指什麼 淨利是指稅前弘利前 還是指稅前弘利後 還是稅後 還是稅後弘利前 或者第四種 稅後也弘利後 好 去計算 那其實你就把公司帶進去就好了 好 就算你要算他的弘利是多少 好 那弘利就是bonus B 好 他代號 他就是我們來設方程式的時候 我就用B代表bonus 然後T代表稅 好 因為他是有些稅後嘛 好 所以呢 他就看他的淨利是指稅前弘利前是兩百萬 那我們來看一下呢 我們的公式 其實公式把它寫出來之後 你大概後面就很容易去計算出來 因為他都是什麼 兩個未知數兩個方程式就可以算出來了 好 好 我的弘利會是多少 好 第一個呢 我們來看一下 他是指 最簡單的 他說 是稅前弘利前的淨利百分之十 所以我的bonus就是稅前淨利前 他期末一開始就是稅前淨利前就是兩百萬嘛 那我的員工弘利是稅前淨利前的百分之十 所以兩百萬乘上百分之十 所以我的弘利就是二十萬 這是第一種情形 好 他就會問你說那你的弘利怎麼算啊 好 好 那第二個 他是指什麼 睡前但是扣除弘利後的淨利 好 那我的弘利呢 是百分之十 但是 我是睡前 然後呢 等一下 睡前但是扣除弘利後 所以我兩百萬要扣掉我的弘利之後的淨利的百分之十 為我的 員工弘利的發放金額 就根據他的給你的條件去算就好了 好 那第三個呢 好 我的弘利是怎麼算的 他是 稅後 但是弘利前的淨利去算 好 那稅後 弘利前 那我的 稅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我們先算我的七是多少 我的稅是我的兩百萬去減掉我的弘利 因為我課稅是什麼 是我的 我的所得稅是百分之二十五 好 這是我的 因為我剛講過了 我的弘利也是什麼 也是我的費用啊 乘上百分之二十五 這是我的所得稅率 好 也就是說 我的 稅前淨利 去乘上我的所得稅率 就是我要課的所得稅 那我的稅前淨利是多少 就是 稅前 弘利前的兩百萬去減掉弘利 因為弘利也是什麼 還是我的 那個所得稅的底檢科目 因為它是一個費用科目 好 然後我的B呢 就是我的 它是什麼 稅後 好 弘利前 好 所以是稅後的話呢 是指 我這個 兩百萬 減掉B 乘上二十五 Percent 對不起 這是我的所得稅了 所以我應該是什麼 兩百萬 這是我的稅前 銅利前 減掉 我這個所得稅 好 那這個金額的百分之十 好 就是我的什麼 稅後 扣到所得稅了 好 扣到所得稅 兩百萬是稅前 紅利前 扣到所得稅 之後的百分之十 是我的紅利 好 這完全就看它給你的條件去算就可以了 那如果是稅後 紅利後 好吧 你就自己 列個式子就可以了 好 就是像前面這樣的列法就可以了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我們的第三個 比如說看一下 我的B-T 好 這邊 這邊B 這是我的T 這一塊 這一塊就是我的T 好 所以兩百萬 就是我們課本上面 我把零事業已經有寫的 好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好了 我們大概來講 負債準備的部分 就是估計負債 謝謝